真正影响她的是谁呢 她的朋友 举个例子 她生日宴会的时候 大家帮她 Happy Birthday to you 然后就带她去给浪 蹦恰恰 其实她不太去 因为她蛮害羞的 她说你这个人就是没有种 Be brave Be a great man 然后就把她推进去了 其实她并不想做 那为什么 就是朋友一直能起哄啊 其实朋友起哄呢 都是做一些奇奇怪怪的 很少的朋友会鼓励你去做好事的 为什么 我前几天解释过 因为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 恶念比较多 所以爸爸妈妈要教孩子 则是选择好朋友跟坏朋友 各位你可以再写一个问题 Q&A 请问我们全世界都在办儿童佛学班 我也知道静明佛学社 年底的时候也有怨心 要办新加坡最大的儿童佛学夏令营 师父会忠心祈愿一切圆满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到底现在要教儿童佛学班 教什么 各位有没有想过 我是老师 我也想过 你说现在教电脑吗 你现在说教网路的东西啊 现在小朋友比你懂很多啊 你要想 现在的这种功利主义下的教育啊 缺乏的是什么 缺乏的太多了 缺乏的道德 缺乏的品德 缺乏了生命的教育 缺乏关怀的教育 缺乏奉献的教育 现在的小朋友 人与人之间都是比 都是竞争 竞争出来就斗争 最后就是战争 你看三个争 竞争 斗争 国家 国家战争 当然 合理的竞争 是会促进人的进步 但是呢 有些人的竞争 也是不择手段的 所以我们到底要教小孩什么 那请问 我们一生吃了这么多的苦 酸甜苦辣 请问我们呢 能够教孩子什么 我想品德跟教育 是很重要的 还有佛法的希望 生命的教育 你给他种佛缘 但不要强迫他 常常很多很多小孩子 对不对 不要介意 我举个例子 七年前吧 我在静明佛学社 也是认识一个 静明佛学班的一个青少年 对不对 我也帮助他很多年 现在呢 他十七岁了 他完全不理我了 是啊 年轻人一定会变的 对不对 我打电话给他 你好吗 OK啦 Not too bad How about your homework Beezy Beezy And busy 每天就是补习 补习 我说那你还有念心经吗 他说我已经会念了 不重要了 会念就好了 年轻人有年轻的想法 当然他有栽培善根 可是他要面临青春期的考验 面临当兵的考验 面对出社会的考验 那没有关系 其他我们在他人生上 种一个菩提道上的善缘 所以不要乱强迫人家出家 出家是很伟大的 出家是要他自己 真正知道生命奉献解这条路 那才会成为好的僧宝 如果没办法出家 做在家的福弟子也很好 所以朋友跟朋友之间 影响力是最大的 老实说师父影响力有限 对不对 他看DVD看一看 一类很累 哟起来又看其他的电视了 对不对 爸爸妈妈妈念 哎呀妈妈你永远这么念 你这样念 脆脆念脆脆念 别念了啦 年轻人不会听你的 你要做他的朋友 关怀他 永远做他生命当中的避风港 他相信你 假如有一天到国外 中秋节端午节过年 他会记得你 那就恭喜你 你已经是很成功的父母了 中国人讲儿孙 自有儿孙福 借你的努力关心他 教他怎么去判断朋友的好坏 而不要管太多 管太多 你也会很多麻烦 接下来得看第四 上跟下的沟通 这是指主管跟同事之间 主管跟同事之间呢 最容易竞争的是什么 嫉妒 是非 还有八卦 很奇怪哦 我也看到新加坡哦 在金融呢 这个市场里面 下班的时候呢 这个商业午餐 我观察过 一下来就开始谈 还有那个老板哦 很不平等 就是喜欢那个辣妹 所以什么project都给他 我们两个做得要死要活 走 我们明天去买帅一点的名牌 我们要做帅哥 其实都是谈这些 然后谈一谈就讲到那家的是非 讲到了这些八卦 就告诉他 我告诉你哦 我最近怎么走啊 后路呢 而成功的 其实上跟下之间 不需要这样 上跟下 简单的讲 真诚 公平竞争 你今天假如就算要 跟主管报告 我再说一下 各位不要生气 新加坡人很喜欢 complain 抱怨 we have to complain friend and complain 其实我老师告诉你 有理由的抱怨是很好 但不要得理不饶人 抱怨太多 你的福报 也被你的嘴巴给曝光了 这是师父讲真话 你好不容易修了很多功德 你今天抱怨 抱怨 抱怨 我们讲上报四成恩 国家恩 众生恩 父母恩 师长恩 你为什么都没有感恩过你的老板呢 就是因为你很抱怨 所以老板呢 也不会去体谅你 就觉得这个年轻人 只会呢 一直念一直念抱怨 可是什么都不做 什么都偷懒 所以 你要抱怨之前 先要想 假如我今天是主管 这个人跟我抱怨 有理由吗 假如有理由 注意你讲话的态度 要婉转一点 不要呢 嘴上拔毛 狮子 有没有看过 狮子嘴上拔毛 那你是会被狮子吃掉的 老板有时候火气大了 明明是他错 他一下子就把你fire了 所以现在的很多年轻人 都在公司行号待不久 为什么 因为呢 都一直会抱怨老板 适度的争取 合理的争取是对的 但是你抱怨太多 其实 损的福报是自己的 接下来再看 联友跟联友之间 联友跟联友之间 要真诚 也不要嫉妒 我举个例子 讲我的例子会比较好 比如说你亲近西藏 伟大的上师 任波切 那任波切呢 对某些弟子 他会特别好 可是我们人 常常只看到结果 都没有看到阴跟圆 对不对 然后人家就会问你 刚才任波切跟你讲什么话 今天任波切去哪里啊 联友跟联友姐姐 好像很喜欢比较 第一个呢 进去见师父了 或见任波切 任波切给他加持一个小佛像 对不对 换你进去呢 好高兴 任波切给你十六颗的念珠 对不对 第三个进去呢 任波切给他一个很大的佛像 第四个进去 任波切给他更稀有的呢 不单跟尼泊尔念珠 你看都在比 联友跟联友之间 不要比 我上次说过 比上不足 各位睡着了 比上不足 人比人 好 可是你都很会讲 你还是在比啊 你为什么不跟自己 跟自己比呢 你要想 举个例子 你看到这个佛有 修福前十大愿 随喜功德愿吗 哎呦那个人 任波切对他很好 师父对他很好 然后你注意观察 因为他很真心 他很用功 他很护持佛法 护持不一定是出钱 而是真心的去 深口意 智慧能力才华 奉献给佛教 对不对 佛教还有很多义工团体啊 对不对 很多人都很喜欢 任波切我们来加持 开包招 耶 人家呢 主席告诉你 今天轮到你做工 我没空 明天你要不要发现 来帮忙排一下拜电 或做个文宣 对不起 我妈妈生病 其实你在撒谎 你只是不愿意来而已 你看 给你种福田的姻缘 你都不做 可是呢 要加持 要吃饭 要照相 耶 都抢第一 对不对 很多的福友都是这样的 真的 所以我很抱歉的说 有很多人有跟我说 师父你们可以带我去朝圣 对不起 我退休了 为什么 因为我朝圣 是带我商业金色干部呢 无所求身心奉献的 好学生跟干部 我才带他去财圣 为什么你平常都不奉献呢 好看的你都爱 对不对 好多东西你都要啊 所以联友跟联友之间 就会去嫉妒 会去比较 然后联友跟联友之间 有些人用功 用功啊 注意听 也谦卑一点 不要太骄傲 有有人跟我讲 师父 我也不知道了 你书普先行愿品很难 新加坡的佛友 真的太不精进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样 一下子呢 三千步就念完了 就看着我 其实我知道他要做什么 他就希望呢 师父讲一句 哎呀你好棒啊 你是第一名耶 你是所有新加坡联友的 最用功的 我就不这样讲 为什么 把你捧上天了以后 你摔下来摔得越重 念完了就念完了嘛 我早就念完了 那有人也联友跟他 师父 你苦口婆心的念三千遍 那三千遍念完以后呢 继续念 念到你往生前一天 对不起 我已经公开答案了 不用再来问我 修是给自己看的嘛 不是做给师父看 师父或善之士 鼓励你 也是这样 再讲到联友很微妙 有些人就是这样 常常做给人家看 他自己知道 但是他不察觉 师父来了 哦 拖地特别快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哎呀 师父 我不知道你突然出现了 其实他后面两个眼睛 早就看到了 然后呢 拖一拖 拖一拖 拖完了以后呢 然后呢 师父 哦 看到他坐车子了 哎 联友 我很忙啊 VZ call Sorry it's for you Your turn 他就走了 我看过很多这样的 我也笑笑 为什么 你总比有拖没有拖好嘛 但是你太假了 你做给师父看啊 请问 我今天奖金 做给观世音菩萨看吗 没有 真心说 师父呢 不敢讲 我从我学佛到现在 我真正修平等心 十个人听我讲佛法 我一样很认真 一百个人听我演讲 全世界到哪里 只要他真心 我也这样讲 一千个人 我还是这样讲 我真是有平等心的人 我真正在努力做 我也不会说 你是文武百官 我就对你好一点 我不吃这一套的 你很苦 你没有钱 你真的想学佛法 我也会为你讲 三天三夜的佛法 所以我心平等 所以观世音菩萨会互念我 知道吗 当然 刚开始 师父会给你鼓励 哎呀 佛友 会做得很好 我想做主席的 也是会给干部鼓励的 对不对 拍拍他肩膀 不错啊 老婆说 你今天做得很好啊 对不对 连友 carry on 继续加油吧 给你鼓励 只是让你对佛法有信心 但我问你 没有鼓励的时候 你要不要做 要继续永远不放弃的 继续做 知道吗 所以连友之间 不要嫉妒 要真的像兄弟姐妹一样 我很真心 虽然这次 显密人用观音法门 新的人越来越多 也有旧的联友 我希望 不管你来自任何地方 到了静明佛学社 希望你大家 真正像兄弟姐妹 真正的把自己 对方的联友 不管他好跟不好 我都把他当兄弟姐妹 去关心他 将来 全部我们一起都往生 极乐世界的时候 坐在莲花一起 你才知道 那是多么难得的 亲近法源 各位 我们都放下世间 明争暗斗 真名夺利 我们也放下了世间的享受 来做义工 我们也舍掉去逛 阿秋洛逛街的时间 跟看寡语的时间 来听经 为什么我们还不能放下自己 这么虚假的面具呢 我要说一句话 面具戴得越多的 你越不容易开悟 因为你的心太复杂了 善才童子五十三餐 为什么叫善才童子 因为他的心像赤子之心 表里如一 慢慢学 慢慢学 人不要怕吃 不管你的年龄多大 你心要单纯一点 真诚一点 假如人与人之间相处 你做得到 你就说我可以做得到 我做不到 很抱歉 我老了 可能暂时没帮你 我请其他的联友来帮你 你把所有的联友 一起来听经 不管拜参的时候 共修的时候 都像兄弟姐妹这样 这样子 大家才是真正 观音菩萨的眷属啊 现在是这样 等到有一天 我们都围绕在观世音菩萨 极乐世界旁边呢 一起学佛法的时候 那你的心会无上的发喜的 好吗 可以吗 好 下一个 第六个 师徒之间的沟通 哎呀 这个问题很难讲 我讲重点啊 师徒之间的沟通 也是很微妙的 老师说我前几天讲 寻找善知识 寻找善知识 不管大乘 或是金刚乘 寻找善师 就是一条千锤百炼的 成佛之路 师徒之间也要有多深的缘 你要找好的师父 很难 其实好的师父 要找到契机 能磨练 又吃苦的徒弟 也是很难 这牵涉到什么 师徒之间的价值观不一样 受的教育不同 比如说每一个时代 都会面临传统与现代 我跟我师父的想法也不一样 那将来我也相信 我的徒弟跟我想法也不会一样 三千大千世界里 没有两个人想法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师徒之间 是会有缘 什么缘 因为 因为清净的正法 你今天想想看 你在世界上有很多朋友 你今天也来清净法师 任何一个法师 不一单单指我 你为什么要清净法师呢 因为你想跟他学佛法 你想补足自己的不足 你觉得自己在生命当中 常常人生的关口 是没有智慧的选择 甚至你也觉得 人生在遇到挫折的时候 你也希望善知识鼓励你 所以师徒之间 应该是清净的法的互动 而不是像世俗一样的世俗交易 假如是世俗的交易的话 有利益的话 那利益消失的时候 师徒之间翻脸就跟翻书一样 师徒之间也会成为冤亲在主的 所以拜师傅要谨慎 收徒弟也要很谨慎 知道吗 好 举一个例子 在藏传佛教 伟大的宗科巴大师 他就有两个徒弟 贾朝节跟克祖节 所以他们一师两个徒 藏传佛教呢 在全世界皇教非常的兴盛 尊贵的西藏法王 就是皇教的系统 因为他代代出人才 同样的 你看尊贵的释迦摩尼佛 在苏伯世界弘法 他呢也有文书跟普贤 跟华阴会上佛菩萨 在华阴会上的佛菩萨 他们师徒之间呢 都是多声多结的缘 在看西藏 灭了日巴跟马尔巴大医师 生生世世也是多声多结的缘 所以师徒之间的缘呢 是会变的 在你的真心互动 还有我建议各位 作为徒弟的 不要包装自己 徒弟呢 你可以写在旁边 自然跟真诚就好 有很多人去靠近师父的时候 任何一个师父 都喜欢包装自己 我非常非常的好 师父你知道我多用功多用功吗 其实师父这样一瞄啊 他知道你有讲的话 是一半是假的 因为讲你很圆满的话 你就根本不用来拜我做师父 所以作为徒弟 不要包装自己 自然跟真诚就好 人都不是圣人 你也不是要你故意曝露你的缺点 而是呢 你自然真诚就好 这样子 善知识才会教你 才会依你的缺点 好好慢慢慢慢慢慢的去引导你 依你的优点 慢慢给你鼓励 依你的才华 慢慢呢 你的才华跟菩提心结合 在家出家 都可以为佛教奉献 所以作为徒弟 真诚跟自然很重要 你越假的话 你表面上 你跟师父靠近很在一起 注意看 靠近很一起 你常常跟他见面 可是你的心啊 是在别的地方 所以自然跟真诚就好 那作为师父的人呢 跟你有缘 他怎么样磨练你 他会知道 那当然磨练的方法 你能不能接受 要看彼此的互动 师徒的部分呢 还只有一句话叫 一言难尽 我就讲到这里就好了 好 接下来鼓励大家 请大家写来 人与人间的沟通 做个总结 凡事情你多用三个心 这里的心不是三心二意的心 而是多用心一点 多细心一点 多耐心一点 老公跟老婆之间 也多用心一点 去体费 体谅 太太也很辛苦 煮饭 煮到变黄脸婆 所以不要一直骂人家的菜 煮不好 老婆也要多体谅老公 现在全世界呢 经济不景气 赚钱也很辛苦 有时候老公在外面 也吃了很多苦 受人家很多气 人与人之间 多用心一点 体谅 你就会呢 有很好的感情互动 那你就有长远的友谊 所以老实讲 爱情 也是要用智慧去经营的 友谊 也是要用智慧去经营的 不要动不动 哎呀老公啊 我们杰夫啊 这么久了 老夫老妻 你知道我什么意思了 他会看着你 我怎么知道你什么意思 你没讲 该讲的又不要讲 那不该讲的时候 吵架的又翻旧账 这样不好 人与人要多用心一点 体谅别人 包容别人 凡事多信心一点 对不对 你想世俗人结婚 为什么会有七年之痒 因为刚开始结婚的时候 是很美 到时候两个呢 都做工 做工呢 两个都变成黄脸婆 跟黄脸公 他每天都看在一起 一点都没有罗曼蒂克了 对不对 所以有怜勇来问师父的时候 他说他跟夫妻之间 有很大问题 师父曾经问过他 一个很大的问题 追丁 你多久没有跟你的老公 老婆在一起 很快乐了 你想想当时 你们呢 新婚初恋的时候 多么的罗曼蒂克啊 你们多久没有去 圣陶沙散步了 你久久没有去 Malfavor 花巴山去看夜景了 你都会顶师父 师父 现在做牛做马 做工赚钱很辛苦 对 你生命当中 失去了很多 欢乐的乐趣 人有时候呢 因为现在工作压力太大 常常忽略了 生命的喜悦 喜悦不一定 代表要狂欢 或做疯狂的事 而是说 你很久很久 已经没有找到 你跟夫妻之间 那种甜蜜 跟温馨的快乐 同样做孩子 跟爸爸妈妈 你多久没有陪你的 爸爸妈妈 在一起 多快乐了 我又举一个 我丑陋的经验 鼓励你 我以前在 光复国家当老师的时候 我妈妈呢 刚开始看我每天 又读经啊 又上佛学班啊 又当大专下业 她很紧张啊 很紧张 我要去出家 然后呢 我妈妈就会担心我 因为她怕失去我 她怕我走错路 变成一个书呆子 然后呢 她就问我 儿子啊 你很久没有陪我 然后呢 她每一次都会讲三句话 阿弥陀佛 当时我也很惭愧 没有智慧 我有时候也会顶她 现在想一想 真的要忏悔 我妈妈第一句话问我 儿子啊 你吃饱了没有啊 第二 儿子啊 你有没有钱用啊 要节省啊 第三 儿子啊 你不要坐套碗啊 不要熬夜啊 早一点睡啊 她每次打电话来 就去讲三句 我有时候有耐性 有时候我很忙的时候 我就没有耐性 我说妈 你不要再念了好不好 每次都这三个 我都知道了 我就挂电话 结果她就很难过 后来她告诉我 阿姨说她哭了 后来有一次 我有个朋友 非常的好朋友 她也认识我母亲 她有一天我们在聊天 朋友相互鼓励嘛 我刚刚那时候刚刚学佛而已 然后她就跟我说 哎呀 其实你也不要太在意 伯母是很爱你的 因为我妈妈没有受很高的教育 她说 你的伯母是很爱你 因为她只会用这三个方法来爱你 结果那时候我哭了 我真的哭了 我觉得我自己很不孝 后来呢 过了一两天以后呢 就我打电话 换我问 妈你吃饱了没有啊 你最近有没有钱用啊 我给你的零用钱要省点用啊 不要乱乱大雪拼啊 这样子 现在赚钱不容易啊 妈你在做什么 她说我在看电视 看电视很好 不要看得太晚啊 早点睡啊 结果呢 我妈妈 我妈妈突然愣了一下 等我讲完她要睡觉 她说 而且等一下 我还没有挂电话之前 我先问你一句话 你怕是脑子坏掉是吗 你今天是脑筋坏掉是吗 我说没有 可能以前我太忙了 我不够用心 我也不够细心 我也没什么耐心 妈妈我真的跟你道歉 最近工作压力很大 她说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你知道吗 后来听说呢 我妈妈呢 挂完电话 她哭了一个小时 欢喜的眼泪就睡着了 她真的很感动 所以你要知道 人是有感情的动物 我讲这里告诉你 就是我的一个朋友 点醒我一句话 同学 对不对 朋友 你的妈妈就是没有受教育 她只会用这三个方法来爱你 希望年轻的朋友 下次用这一招 真的你要用真心的 后来我觉悟以后 那时候呢 我真的一个礼拜要上很多佛学班 白天上课 晚上我就去听经 周末还去上佛学班 又当儿童佛学下令 又搭专发这样很忙 可是我答应我妈妈 礼拜五下班以后 我陪她 我陪她去逛街 陪她去吃饭 然后注意 把手机给我关掉 我现在刚好很多年轻的 陪妈妈 对不对 还在一直刮啦刮啦 还SMS Switch off your mobile phone Please 你真心 你就要陪家人 然后这时候 我妈妈刚开始会很开心 讲一讲呢 她一生快乐的事 但是妈妈呢 有时候 因为我们家也吃过很多苦 小时候我们家也是不太好 我妈妈一生吃过 非常非常多的苦 所以她讲一讲 讲到一件事情 突然她又放声大哭 我就拍拍我妈妈这一半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我说妈妈没事 没事没事 过去了就过去了 她哭完了就好了 这才叫真正的观音法门 对你的母亲 慈悲不是用嘴巴讲的 你要用行动去关怀她 人是有心感觉的 对不对 当然各位可能会说 我买很多的东西给爸爸 我买很多东西给妈妈 我结缺的时候都陪她吃饭 可是你的心 没有真正关怀她 请听她内心的声音 孩子其实希望 作为爸爸妈妈 其实她希望孩子的肯定 她为什么一直跟你念 一直念 她就是希望你鼓励她嘛 所以老实说 有时候我看到小朋友 我就会想到以前的我 师父的小时候也是很cute的 你知道吗 人缘非常好 小的时候我妈妈牵着我 妈咪妈咪等着我 等到她慢慢老了 你看被也驼了 其实妈妈也希望 儿子女儿扶着她 走过下半生完美的人生 这样子你才叫做 效养父母的功德 等同于供佛的功德 而不是说只是拿钱 给你的爸爸妈妈 你给她钱 她当然也要钱 现在爸爸妈妈也要钱 可是她更在乎的是 你要用心去陪她 她内心里很孤单 对不对 所以希望大家多用心一点 多细心一点 多耐心一点 因为这样 所以我努力了二十年 现在我的妈妈 很认真念 跟观世音菩萨 用了功二十年 我拜观世音菩萨 二十年 终于把我妈妈度为 正性的佛教徒 我也希望她有一天 去西方极乐世界 可是我们家 还有一半是一贯道的 真的是动名王 如如不动 很难度的 等来生吧 慢慢来 要有耐心一点 最后看 下面几章 日本十三堂的 圣十一面观音 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日本人是非常重视 历史文化的 但我们是要常常 拜千手千眼 千手千眼 千手代表能力 千眼代表智慧 虽然在宗教学上 叫symbolism symbolism叫象征主义 刚才我今天 很真诚地跟你说 从夫妻朋友 上下的主管 到联友 到你跟家人 这就是你 随时随地 展示 千手千眼的好机会 每一个音 每一个圆 你都要做 千手千眼观音 你不要去逃避 你去努力做 做不好 没有关系 但是你要勇敢 去踏出一步 接下来再看 新加坡最庄严的 佛牙式 六臂如意 理文观音 它代表要度六道众生 六道众生在哪里 在六度空间 事实上在人间 就有六类的众生 比如说称心很重的 就是阿修罗 人间阿修罗 贪心很重的 人间恶鬼道 所以观音菩萨 我们口口声声拜他 可是我们要反省自己 当我们面对 人与人互动的时候 我们真的有把 观音法门 不但诵经 念咒 还有念佛之外 我们又没有把 这个慈悲的力量 转化在 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对不起 师父这次讲话很真诚 其实我一直都是 很真诚的人 只是我用不同的方法 像这一次 从告诉你 要远离邪见 清净善知识 而且你要 透过人与人的互动 这样子 我告诉你 你走到哪里 天龙八部都会互念你 因为你是真正用心的人 而不是嘴巴念一念 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念完以后呢 你身口意完全都没有改变过 那我觉得很可惜 也因为观音菩萨 在今生当中 他把握住每一个 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所以他走到哪里 人缘都很好 请看幻灯片 观音菩萨 眷属圆满 有些人 人缘很好 有些人 很孤僻 有些人呢 走到哪里 大家就不喜欢他 有些 为什么呢 有很多原因 可能你这个人 撒谎 可能你这个人 骗人 或是你这个人呢 动不动的 喜欢讲人家 是非 你要改变自己 你会想到 为什么那个佛友 他走到哪里 人缘都很好 为什么我到佛堂的时候 我想跟人家做朋友 人家都不理我呢 有很多原因 但是要改变自己 想一想自己 是不是喜欢讲是非 讲八卦 嫉妒别人 很喜欢比较 那你这样子的话呢 没有人愿意做你的联友的 那你当然会很孤单 纵使在呢 同样的大殿里面 拜大杯茶 你还是很觉得很孤单的 为什么 因为你的眷属不够清净 眷属也不够圆满 所以普贤行愿品说 所有义我善之事 为我显示普贤行 与我长生欢喜心 你常常念普贤行愿品的人 你走到哪里 大家都会看到你很高兴 真的 你要去改变自己的 深口意的行为 好 接下来再继续看 因为再给我讲 一段个段落 请看经文 请看未来是因缘 请看蓝色的讲义 Volue One 请看三十九页 第二十二行 物三 未来是因缘分二 几一问曰 事实保守菩萨 白世尊言 我从过去无量节来 从来没有听过 也从来没有看过 原来观世音菩萨的功德 这么殊胜 胜过一切诸佛如来 诸佛如来的功德 已经广大无边 没想到观世音菩萨的功德 比所有一切的诸佛 更为殊胜 世尊观世音菩萨 他虽然叫做大悲观世音菩萨 他虽然视线为观世音菩萨 而且是很了不起的等觉菩萨 为什么呢 他有这样的福德因缘呢 可不可以请世尊为我们回答 跟解除疑惑 再看下面 几二答约分四更一 难说无尽功德 佛告善男子 善男子就是保守菩萨 与会大众说 不但是这个世界 唯我这个世家模拟佛身 乃至于他方 无量无数无边的 如来应证等觉 一切诸佛 共同聚集在一起 来赞叹 深说观世音菩萨的功德 近恒河沙节这么久 也是永远讲不完满的 可见观世音菩萨 真的是功德非常的殊胜 接下来再看 翻过来四十页 更二往生见佛文法 善男子 在此娑婆世界 若有人常常意念 观世音菩萨摩赫萨的名号 当然在大众庄严宝王经里面 就包含他的咒语 咒语 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我念六四大名咒 是这个人将来会远离 生老病死 轮回的痛苦 就像鹅王 鹅王是指辟育 这个鹅 鹅大家 现在很难看到鹅 只有在动物园才看得到 没关系 古代鹅一群走出去的时候 都有一个 第一个最大的叫鹅王 公的鹅王 代表了领导者 世音将来远离生老病死 轮回之苦 就像鹅王一样 表示自己很有自信 随着夜风而去 除掉一切轮回之苦 一刹那之间 念观世音菩萨名号的人 一定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面见无量寿如来 无量寿如来就是阿弥陀如来 听闻妙法 所以这边就有个证据 念观音菩萨 也可以去西方极乐净土 很多人刚开始 我来新加坡都会问 我念观音菩萨 可不可以去极乐世界 答案是绝对可以 这里就有一段经文 正式说明 好 接下来再看 庚三永托轮回之苦 如是之人 因为他仰仗观音的 佛力加持 还有修持功德力的 法力加持 来生永托轮回之苦 如是之人 永远不会受轮回之痛苦 而且慢慢慢慢调伏心 就到最后没有贪嗔痴的烦恼 没有三毒烦恼 然后也没有生老病死的痛苦 也因为你修观音菩萨 有很大的功德跟福德因缘 所以你一辈子也不会饿死 无稽仅苦 各位现在很多人常常会担心 我没有做工怎么办 其实各位是很有福报 生活在新加坡 社会福利制度非常的好 所以政府为什么要有公积金 就是希望你不要年轻乱乱花钱 但是现代人看到赌场的时候 好像也有很多人控制不了自己 还是冲进去了 所以你要懂得开源节流 要存钱 就像存福报一样 但是假如你真的在生活上有困难的时候 你真的求观音菩萨 或许你的孩子在远方工作 在其他国家工作 你自己又生病了 又找不到工作 念观音菩萨 你不要担心 真的会有人送饭给你吃 我也知道新加坡有很多 福利协会跟佛教团体 礼拜六礼拜天都会送给老人便当 所以你不会饿死的 其实新加坡人每一个人都长得 这样圆圆的肥肥的 哪会饿死啊 你担心太多了 而且一放假的时候 全部都坐飞机 全直接飞光了 各位是很有福报的 师父是很赞叹水洗你的功的 接下来不受胎胞深深深之苦 就是说若你往生极乐世界 莲花化生以后 将来你成愿再来的时候 不会受呢 这个妈妈胎胞之苦 待会这轮回之苦 我会做一个辟语给你听 待会会讲解给你看图片 接下来再看 更是圆满一切大愿 因为众生有很多的愿望 成法 这个法的威神之力 刚才说有佛力 法力 成法的威神之力 将来你会莲花化身 长居笔土 这里的笔土是指西方极乐世界 而且等候观世音菩萨 以用善巧方便 救度众生来教导你 最后你一定会得到解脱 证悟而且兼顾圆满一切 世出世间的愿望 所以更是叫圆满 世出世间一切的大愿 所以我个人 我从刚开始学佛的时候 就拜观音跟地藏 一直到现在 师父也是常常 提醒观世音菩萨 甚至我发愿 将来我成佛的时候 到八地不动地菩萨的时候 我会千百亿化身 每一身到无量世界 每一世界化无量一身 应以合身得度者 既献合身而未说法 像观音跟地藏一样 永远生生世世 不疲不厌的度众生 我也希望我成佛的时候 像观音菩萨这样 因为观音菩萨真的太伟大了 众生的苦难太多太多了 所以好曰大悲观世音 好 接下来再看轮回之苦 请看一下幻灯片 不在讲义上 轮回苦吗 来 我调查一下 你觉得轮回 第一个觉得很苦 第二轮回有时候苦 有时候也有快乐 第三你觉得轮回 其实师父我也觉得 没什么苦的 轮回挺快乐的 对不对 有苦也有乐 对不对 第一个觉得苦 第二个觉得快乐 第三个 有苦也有乐 第四个 苦跟乐对我来讲 OK啦 Nothing special 好 我来调查一下 第一你觉得轮回很苦的 请举手 各位很诚实 真的轮回很苦 第二你觉得 师父轮回也是蛮快乐的 请举手 没有啊 没有吗 真的吗 那你现在坐在这里快乐吗 那你怎么没有举手 那你表示说 轮回有时候 有时候 当条件具足的时候 你还是很快乐的 对不对 比方说 突然觉得很口渴的时候 喝一杯呢 就是咖啡 或是ice coffee 你也很快乐 突然很饿的时候 喝一个呢 cappuccino chocolate 也是很快乐 对不对 偶尔呢 虽然吃住吃很久 今天没人看到 偷吃一下南海鸡饭 其实也蛮快乐的 对不对 是啊 人还是有快乐的嘛 那你呢 存了很久很久的钱 突然觉得 我现在要去圣地朝圣 菩提家园 五台山 或峨眉山 或四大名山 哎呀 终于满我的愿望 其实你有快乐 是不是 不会没有快乐嘛 所以刚刚怎么很多人 没有举手呢 忘记了 第三个 你觉得人间 是有苦也有乐的 请举手 好 各位佛法基础的很好 第四个 你觉得苦跟乐 对我 Nothing special It's ok啦 请举手 很多酷的年轻人 可能会这样 没有啊 那表示各位都很老了 对啊 其实人间的事实真相 是有苦也有乐 当然也决定于你新的感受 好 请看幻灯片 其实轮回是真的很苦 看菜市场卖鱼的 在这边可能新加坡比较看不到 因为你们都已经包装好了 知道吗 24小时的全世界海运都干干净净的 对不对 Supermarket里面呢 不管哪个supermarket 其实都好 这是传统的菜市场 你看到卖鱼的人 左下角卖鱼的阿嬷 每天就是为了三餐 很辛苦 右边人东挑西挑 就是希望挑到一个便宜 又有discount的鱼 对不对 人在菜市场里面觉得鱼啊 其实呢 你觉得臭还是不臭呢 当开始你觉得很恶心 可是呢 左下角这个阿嬷卖鱼卖酒啦 臭的也是香的 香的也是臭的 对他来讲习惯了 因为他每天都闻 接下来你看 对不起哦 师父不要用很恶心的照片 吓你们 因为我是讲经嘛 其实有很多图片是真的很残忍的 师父也不忍心当漏 你看鱼那边 对不对 有些还活着 活蹦亮跳 活鱼一山吃 有些鱼呢 已经啊 往生弥陀佛国了 就躺在那里 对不对 然后呢 就是等人家来买 交易完了以后就有钱 好 再看一下 印度人 新加坡也有小印度 可能你会感受比较深 印度人你看他姐 印度人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什么呢 身上的味道很重 我有一次坐计程车 一进去以后呢 那个计程车 立刻拿那个香水 这样 我说 先生你还好吧 我说师父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是不是说 对你不礼貌 因为你刚才 进来之前 有一个印度人 吃大蒜 又吃香料 真是臭死了 我差一点晕倒 我说还好啦 OK啦 我OK 那他说师父 我再喷一下 然后他自己这样 喷 喷 喷完 我说可以开车了吧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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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这样 所以我想到印度人 其实印度的民族 他的食物是很营养的 如果你吃过印度咖喱 甚至好的食物 是营养非常高的 然后呢 他们很喜欢用香料 所以印度人身上 都有一股味道 不但是体臭 也是香料的味道 而且有各种 奇奇怪怪的香料 好 你看 一个人假如进去 要买印度的香料 他就东挑西挑挑 不管他有跟没有买 出来以后你就发谁 他整身也是 印度香料的味道 对不对 尤其你去印度庙 你拜一拜 假如不管你有进去 有没有烧香 等你绕一圈出来呢 等他朋友跟你见 他说奇怪 你刚才从哪里才 我从印度庙出来 对 自然的 因为 所以换句话说 你进香料铺的时候 出来的时候 就有这个味道 对不对 接下来你看 哇 很多种的香料 有些香料呢 还是调食物的 有些香料呢 是可以作为精油 调整你的情绪的 有些香料 注意听 师傅要公开提醒你 不要买印度的香供佛 为什么呢 因为印度的香啊 就是希望男生跟女生 上床的时候 越来越兴奋的 对 他换了很多荷尔蒙 而且这样的印度香料 也不太适合打坐 因为你这样打坐 越打坐越打坐 你的血液会升高 然后很容易中脑中风的 因为他会让你心情兴奋 这是真的 当然印度也有很好的香 但是你要选择 好 接下来你看 出轮回就像什么 就像染香人 初一十五或七月的时候 大家都会去买香 来拜佛菩萨 或拜天宫 或拜祖先 当你进入香部的时候 去买香 出来以后 你整身也都是 檀香的味道 或是呢 盛香的味道 是不是呢 那我们呢 初轮回就像什么 你要 本来是很臭的鱼饭 然后他要去染香料 所以净土中叫香光庄严 待会我讲个故事给你听 接下来再看 印度人香料 他很聪明 印度人也很重视美食 所以香料也可以做出 非常很好的印度咖喱 或各种美食 所以其实印度人呢 他的营养是非常高的 所以晚上吃太饱呢 上了船 所以就争产报国 所以印度人很爱生娃娃的 其实晚上少吃一点比较好 好 现在我就讲个故事 佛在世的时候 有一个卖鱼的女生 她是虔诚的佛教徒 有一天呢 她出去卖鱼 卖鱼的时候呢 她要回来 回来的时候因为下大雨 突然洪水爆发 结果呢 就没办法回家 这时候啊 她就很苦恼 因为她又没有带雨伞 这时候呢 她就求 她就念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赶快来救我吧 赶快救我 突然呢 有一群人 富贵人家 搭着马车 经过了这条河 看到她 就很慈悲地救她 说 这位妇女啊 你怎么在这里 下很大的雨啊 河流水很急啊 这很危险 她说对不起 今天我想要回去啊 观音菩萨 就看到你了 我非常的高兴 那请你帮帮我 那这个人呢 也是佛教徒 他是有钱 富贵人家的佛教徒 他家就是卖香料的 他说没关系 来 你到我家住一下吧 先住一下 然后明天再 我再请用人送你回去 他就非常非常的感恩 结果呢 因为他是有钱人 就帮他一个 很好的客房 给他住 给他住啊 结果啊 他一个晚上啊 都睡不着觉 为什么 太香了 因为啊 他家都是卖香料的嘛 所以呢 全部都是香味 所以非常非常的香 香到呢 他都无法地接受 那这个时候呢 他已经快天亮了 翻过来 翻过去 翻过来 翻过去 睡不着 最后你知道他怎么睡着吗 还是把卖鱼的 那个鱼的篓子 放在旁边 很臭了 他才睡着了 真的 这是佛亲自讲的一个故事 佛用这个辟语说什么 六道轮回的苦跟欲望 就像鳗鱼的腥臭味 我们习惯了 其实我们很难离开 习惯的味道 而香料呢 代表圣人 圣人跟菩萨的戒定慧真香 修戒定慧是有功德的 所以你的身心会越来越清净 就像香料一样 我们凡夫就是 深深是习惯你 去习惯那个鱼的味道 就像我刚才给你看的 第一张照片 阿嬷 他每天就是习惯卖鱼嘛 所以他已经习惯那个味道 你突然要叫他穿芭蕾服 他会吓一跳的 对不起 你有没有看过阿嬷穿芭蕾服装的 很少吧 因为他觉得不适合他 那个太高雅了 太好了 所以佛就说 修行的人就像有戒定慧的真香 就像香料一样 凡夫执着轮回的痛苦 就像腥臭的余味 所以很难生起强烈的出离心 假如你觉得人间还很好 你就不会呢 觉悟 所以佛陀也说 富贵学道难 人 不要太舒服 太舒服 不容易呢 吃苦 人 也不要呢 太享受 太享受 你的道心会很脆弱 你 我要把喜欢 你 我要把喜欢鱼臭味的方法 把它转成慢慢喜欢戒定慧的香 你才会真正升起出轮回的真实而且清净的菩提心 这是我要讲这个故事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 接下来再给我看几张照片 那过去现在未来就结束了 请看 复习一下 所以印度菩提加也三世佛的石雕 中间是释迦摩尼佛 右边表过去佛 过去佛是什么呢 注意听 不是要师佛 是燃灯佛 因为金刚经里面 释迦摩尼佛第一个阿森奇节 是燃灯佛为他受祭 那左边这尊佛是什么呢 是当来下身弥勒尊佛 所以我讲经观音菩萨有过去现在未来的因缘 其实观音菩萨在过去现在未来 无量诸佛他都清静过 所以普门平才讲 世多千亿佛发大清静愿 接下来再看 这是印度尼泊尔 我一个寺庙拍到的 同流经的 大概一层楼这么高 是过去燃灯佛 你怎么看呢 他头上有个设立塔 过去燃灯佛 生生世世也广修这个舍利塔的功德 所以在西藏佛教是很重视要建舍利塔 接下来再看 中间 现在释迦摩尼佛 前面那尊是白教马尔巴大一师 就是密勒日巴的师父 后面那尊呢 同流经将放降魔印的是 现在式的释迦摩尼佛 再看未来式 过去现在未来 你会发现这三尊佛都长得一样 为什么 因为成佛的时候 证悟的功德是一样圆满的 只是从他的手印 或是他拿的东西来分别 他到底是什么佛 那未来弥勒佛也结尚品说法印 所以可以看到 藏传佛教对于佛菩萨呢 是非常虔诚恭敬的 是同流经的 好 接下来再看 观音菩萨的功德 在日本净土真宗 你看 这是木雕的 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中间是阿弥陀佛 右边观音 左边是四字 所以各位如果有机会到日本去旅行的话 很多伟大的寺庙都在市区 韩国的寺庙呢 大部分在郊区比较多 那韩国跟日本都可以看到 我们中国伟大唐朝的造型 很多现在是中国大陆看不到的 请看 日本奈良东大寺 你可以看到人多小 几乎呢 寺庙有十层楼这么高 非常壮观 那中间有共阿弥陀佛 然后呢 最庄严的你可以看 观世音菩萨 日本奈良东大寺 大悲观世音菩萨 全是木雕七星期的 有五百多年到七百多年的历史 所以你也知道 日本跟韩国佛教呢 大乘佛法也非常的兴盛过 所以观世音菩萨的功德呢 一 他的功德呢 是十方诸国土都是非常的圆满的 好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先讲到这里 过去 现在 未来 明天呢 我会讲 因为未来式的因缘 那请问 以未来的因缘 我们佛教徒应该怎么去跟别人互动呢 好 明天我会讲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好 没关系 明天先点灯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继续讲 那希望大家预习一下 四十页到四十二页 明天我会开飞机 全部第一卷终于讲完 不然可能主席会很担心我 这样子 没关系 第一卷我分了三次 详细讲 那希望大家好好的 复习 但是今天也有一个功课 给各位做 请各位翻开第二本 绿色的地方 从九十八页 秉四 一直预习到 一百零五页 第十九行 有秉七之前 希望你四五六三个先预习 希望你真正看哦 你不要应付哦 当然你上班我知道很忙 不过希望你先预习 我再讲一遍 从九十八页 第六行 秉四 预习到一百零五页 第十九行 秉七之前 请你先看一遍 因为你就知道 观音菩萨有很多神变的故事 虽然第二卷下一次呢 详细我下次会讲 不过我希望你先预习 最后我叮铃一下 就是我知道这个讲座 蒙 佛菩萨加持 跟观音菩萨加持 很殊胜 所以每一次都有新的人 其实大行讲座是很难的 我真的是很用心 又要唱 没有跳了 又要唱 又要念 然后又要讲故事 又要报笑一点 让你不要打瞌睡 不过对有些联友来讲 很欢喜 但是对有些新的联友来讲 你会觉得 师父有些你讲的 我不太懂 是因为前面我已经讲过了 所以我不会重复 那有些老的联友呢 其实他听个师父的进度 part one two three 到今天他都全部都参加了 我也很感动 所以希望你要回去预习 复习 对不起 复习 你不要小看大正庄严宝王经 看起来只是故事 其实他有很多很深的道理 而且就算你懂了这个道理 怎么把你用在你生活 真正去修观音法门呢 所以这一卷 我这一次part three 我花了很多时间 在补充很多东西 其实这些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否则我只是把故事念一念 你听得很关系 回到家里呢 老公老婆吵架的还是吵架 儿子跟女儿呢 苦恼的还是苦恼 我觉得你没有改变 这样师父对不太起你 但是我希望 假如part one跟part two呢 没有听的人 请你回去真的要再复习DVD 真的 请相信师父 也接受师父真诚的正义 不要师父用很强硬的愤怒金刚像 然后邀请你 前面没听的就请出去 我想我不要用这样的方法 因为你已经很难得来学习佛法 做工很辛苦 要照顾家很辛苦 但是也因为这样 所以我更要感恩 大会 吴主席 跟所有的干部 全程的服务 全程的录影 而你看到的讲义跟DVD 都是全部佛友供养的 所以你要珍惜 不要浪费 听经 不是只有听一次的 我自己听我师父讲经 也要听五次到十次 我不敢说 我是绝顶聪明的人 我是中等根性的人 我都还要听十次 那何况你呢 所以因为这样子 有时候呢 有些佛友也是第一天来 最后一天来 有头有尾 没中间 那也现在 佛都很有了 有头有尾 也有中间 但是呢 还是扣一两天 我能够体谅 师父很能体谅 所以你能来 我非常的欢喜 不过真正学习佛法 希望我的讲座 是每天都连续的 我不会一直重复 免得呢 对很多老的联友 是不太公平的 那新的佛友 希望你好好的珍惜 若没有 已经DVD发完了 你也可以跟佛友 借一下 回去自己copy 我没有版权 也不要贩卖 所以希望大家 慢慢的珍惜 这样子的话 你的观音法门 才会一步一步一步的进步 可以吗 好吗 各位答应 好 谢谢各位 好 没关系 那明天我会点灯 本来我今天呢 还想做其他的事情 没关系 慢慢以后还有音缘 好 现在呢 我们念回向文 因为时间也不早了 请各位翻开 蓝色这一本 第八页 第二十行 只要念一首寄送 就回向就好 常常很多人师父都问 师父我们怎么回向 回向其实要升起那个心 哪一个回向文 其实都可以 我像中药铺的老板一样 我每一次都会教不同的回向文 在蓝色的这一本里面 我也加了新的回向文 有 你可能有些人有学过 宗科巴大师的 菩提道次第发愿文 还有岳葬基祥经的发愿文 没关系 慢慢的 师父会很有耐性的跟大家分享 所以第八页 第二十行 请合掌 一起念 我此 朴贤 书善行 无边 圣服 皆回向 普愿 沉溺 诸众生 树网 无量 光 佛 差 好 今天就讲经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明天见 谢谢 这是 谢谢大家